X光,咱这出门运气还是不错的,而且从这X光下面可以看到,矿洞就在脚下,刚出来挖了几个煤块就遇到X光了,不过数量有点少,只有三个,X光方块可以烧完以后做X光的装备,在这高山的表面上应该还有一些X光咱没看见的啊,我及格,及格在这里,我还获得了一个成就,难道这周围有什么大宝贝?火把咱也是不够的,OK,这儿发现X光了,哈哈哈哈,几块? 8块,11个,我可以做一个稿子,外加一个X光剑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然后刚才家里那些鱼烧完,我发现它都变成了同一种鱼,那就是咱们平时钓的那种鱼肉,这种鱼肉几乎没什么区别了,本来以为还是挺好的那种鱼,我把这个先分解一下吧,不然有点浪费的,一块煤就能成的事,我用了一个煤块,然后我们现在得给自己做点活吧,半组就行了,13个,现在是56根活吧, 旁边的散煤,散煤别挖了,散煤咱们就不要了,看看还有没有X光,把周围的X光尽可能的多挖一些,一会咱就可以多一些,哇,家里的坐标我没做,我就跑出来了,我现在先回家做个坐标,然后咱们再过来,这里坐标已经做上了,我家呢,家在这儿,铁匠铺对面的房子应该就是我家, 这就是咱家,剩下的鱼正好也拿一下,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,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,叶峰的村庄小屋,叶峰的村庄小屋,咱们用金色来代替,因为我最喜欢的是金色,现在我们回到高山上,X光应该已经最少烧了三个了, 首先是进化狗子,X光狗,攻击力高达17,肯定是耐久也高,然后挖掘速度,也比我们的那个要快得多啊,现在再多一把,X光剑,属性怎么样,普通级别,也行吧,至少他这个,没有垃圾属性,是吧,剩下一共一个,加一个,也就是六个,六个,做装备怎么都做不起,就做个头盔吧,多一块一会做个铲子,是吧,这俩熔炉咱就不要了,给了几个盒子, 食物盒,还有材料盒,在这,我这盒的运气应该差不了,哇,看见X光了,哇塞,那一坨,那还有一坨,请教我欧皇朋友们,这一波我这X光是遇到了多少盒呀,感觉能凑够一套装备了,我喝,我喝,我喝,这一波连锁,把旁边直接一个东西连锁没了,加起来得有12个左右,咱们搭一下,这X光不能放,绝对不能放,多挖一些,可以多做两件装备, 哎,到了,X光,看有几个,有,挖穿了,15个,就这一坨就15个,底下还有,这上边我可不可以这么上来,哎,我好像上来了,然后紧接着就是应该在这个方向,对吧,对,就是这个方向,然后在,在这边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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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死亡掉落,我去,这下不看不知道,一看下一条,赶紧回去,快捡起来,我的东西呢, 啊,啊,啊,吓我一跳,我去,没了,问题不大,兄弟们啊,这个墓碑应该是可以直接拿到的,我们去家里面做一把稿子,没事,咱家的材料足够,石稿应该就可以了,好,家伙,这样为了挖一个X光,给我拽上了,啊,还整个小墓碑,墓碑呢, 别闹别闹别闹,把东西交出来,哈哈哈哈,回来了啊,我们的东西都回来了,穿上穿着,这X光装备防御力不太行了,说拽就拽,真的是一点面子不给,这个鱼肉什么的也不太行,这X光的位置我刚才已经看过了,就是在这,再上去一次,嗯,很好,位置绝对没错,兄弟们啊, 就是这个位置,但是这个方向有点混乱呢,X光太危险,这个框不好挖,嗯,应该是这里,先连锁一下,再连锁一下,哎,这就拿到了,脚下还有,为了拿到底下的,我直接传下去,这样应该就直接下来了,哈哈,这样有点X光,总共多少个,29个,做一套X光装备,肯定是没有问题了, 来,咱回家,烧着去,咱家里熔炉多,省得带多了,给它一个,然后分成四坨吧,是吧,分成四坨,烧得快一些嘛,给它也来一坨,放一段煤,准备穿上咱们全套X光装备,兄弟们,全套X光装备,防御力嘎嘎猛,好,有一个里边没放燃料,哦,这这放,行,马上X光装备,哈哈哈, 哈哈哈哈哈哈